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用内置的投影仪 直接将内容投影到自己的皮肤上 并且可以通过点击皮肤来控制投影内容 随时随地的可以通过智能手环来查看电影 网上冲浪 玩游戏 当然作为手机最基本的功能打电话 发短信也不在话下 除此之外 这款手环本身就有非常强大的防水性 在洗澡的时候 即使是皮肤沾上水 也丝毫不想想你对手环的使用 再也不用担心 洗澡弄坏手机了 不过这一项目也遭到不少外界人士的质疑 有人认为 在寒冷的冬天 想要打电话的时候 还要撸起袖子 打电话之前还要冻个半死 不过这一款手环 仅仅在设计阶段 困难总会是有的 我们也总会想办法克服的 只有这样 我们的科技才能不断的进步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记得点赞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